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央博望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七指导组组组长薛延忠副组长孔权一行道会指导 唐一军主持会议 夏德仁出席会议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有关精神 陈秋发主持会议 在博望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安山市依托8890平台问题池 有针对性的为群众办事解忧 本夕市重点开展专项整治 以专项整治成效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广播剧《今生无悔》《被我省捧回》《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艺术再现了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人生故事 堪称广播剧中的精品大片 备受关注的新高考在辽宁招生普通高校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正式向社会公布 医药共享处方流转 大连市在全省率先启动 医药信息共享监管系统及智慧药房建设项目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8月23号 全省博望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通报会议在沈阳召开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陈秋发 通报全省主题教育工作情况 中央博望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七指导组组组长薛延忠 副组长孔权一行 道会指导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唐一军主持会议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夏德仁出席会议 陈秋发指出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 根本任务和具体目标 全省主题教育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陈秋发从六个方面做了通报 一是总体情况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 省委认真履行主体责任 坚持以上帅下 分兵把口 统筹坚固 严督使党 完善制度 健全机制 扩大宣传 加强引导 主题教育达到了预期目标 二是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 各级党组织切实抓好理论武装 着力解决思想根子问题 推动学习取得新进步 达到新高度 三是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讲专题党课情况 省委督促党员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从严从实检视问题 认真讲好专题党课 四是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担当作为 转变作风 历届形势主义 官僚主义情况 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取得新进展 干部担当作为展现新气象 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五是关于主题教育期间解决群众反应强烈问题情况 各级党组织坚持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落实到行动上 扎实做好重点民生工作 着力解决老大门问题 六是关于专项整治开展情况 省委全面落实中央提出的八个专项整治 同步开展信访和营商环境建设突出问题两个专项整治 真正把改字贯穿始终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陈秋发指出 下部要认真组织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持续抓好专项整治 确保两批主题教育有效衔接 做好宣传引导 推动主题教育向纵身拓展 向基层延伸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 唐一军主持会议 省委副书记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波 相关省领导出席会议 本台报道 8月23号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有关精神 进一步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 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精神 和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精神 就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做出部署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科学判断 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扎实做好我省下半年经济工作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要坚持对表对标 按照会议精神进一步完善我省下半年经济发展 各项工作计划措施 要严格落实责任制 把任务分解到具体部门 具体责任人 强化担当 真抓实干 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经济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要提高思想认识 深入组织学习 把握精髓要义 抓好工作落实 各级党委要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落实责任 对照条例要求 做好各项政策法规修改衔接 确保机构编制工作科学严密 规范有序 流程顺畅 要从严把握机构编制 加强实名制管理 加强监督检查 确保条例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会议指出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要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正确方向 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要牢固树立 以人民媒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积极践行 四例要求 推出更多文艺精品立作 讲好辽宁故事 凝聚振兴力量 会议指出 做好我省退役军人工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统一思想认识 准确把握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 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抓实抓好各项服务管理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博望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安山市依托8890平台问题池 全面收集汇总问题 雷厉风行解决问题 倒逼责任落地落实 以专项整治工作的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 日前 市民向安山8890平台反映 安山铁东区玉田花园后山山坡 有堆放垃圾 绿化被破坏等问题 街道居民诉求后 区 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迅速响应 组织专业工人和设备 彻底清除了山坡的全部垃圾 中和执法呀 城建啊 社区这些人 他们一起配合 就把这事给解决了 你看看现在这环境 确实不出 目前的安山8890 建立了一套 接触地盘的全流程 系统性解决群众诉求的工作机制 目前8890平台建立了 以群众是否满意为半截依据的 三级抽查回访制度 累计抽查回访两万件 其中满意18740件 满意率达到93.7% 建立了群众工作督办机制 对到期未解和群众不满意的诉求 进行二次督办 对办理群众诉求处理不力等问题 严肃监督职纪问责 目前共收到问题线索21件 已半截20件 党纪政务处分4人 本台驻安山记者报道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中 本西市西湖区纪委监委重点开展了 对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 默然处置空头承诺推为扯皮 以及办事不公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 以专项整治的实际成效 切实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今年72岁的许凤英 是本西市西湖区东风街道办事处 新兴村村民 去年4月份 村里正风素季监督员 在下街走访 征求群众意见与建议时 许凤英提出了 村西组没有公共厕所的事 问题得到上级部门高度重视 并进行了实地考察 西湖区纪委监委移走千家境万户活动为载体 发动群众反映问题线索 党风市总体协调 街道计公委组织排查 监督检查室督促解决问题 派驻组跟踪督导 把监督触角延伸到社区和村组 对发现的侵害群众利益 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采取优先办理 快查快处 目前已搜集问题线索715条 其中 纪检监查范围内60件 转相关部门处置655件 我们在继续坚持前面的排查的做法 同时坚持边排查边整改 同时要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 和解决问题的力度 本台著本系记者报道 本届全国五个一工程评选 我省与湖北省联合申报的 广播剧《今生无悔》 喜获优秀作品奖 广播剧《今生无悔》 今年3月在沈阳启动创作 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制作 该剧申请殴割了 我国军事科技工作者 为助国之重器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 许党报国的家国情怀 和不畏困难的工匠精神 艺术再现了感动中国人物 全国道德模范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人生故事 《今生无悔》是我们 沈阳原创团队 这10年来荣获的 第三个全国五个一了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难度要更大 不仅仅是创作难度大 它的合作的广度也大 而且还有一个 全国推广的力度也是特别大 《今生无悔》的创作 处处体现着原创精神 该剧的音乐主题歌 主题音乐和情景音乐 均为全新创作 主题鲜明旋律性强 与剧情交相辉映 与此同时 为了达到效果逼真 主创团队更是设计出多种方案 模拟现场实际音效 核潜艇在身前200米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 咔咔的一种声响 我们就想办法 我们这个录音棚外边 前段时间有一个铁架子 铁量非常大的 我们就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敲 蹦蹦蹦 蹦蹦蹦 蹦的敲 敲出各种声音来以后 觉得这样的声音可能还能更像一些 我们也是通过大量的 就是这种创造性的智慧 就是为了把这个剧呢 打磨得精益求精 据了解 我省一直非常重视广播剧的生产制作 在选题立项创作生产 展示展演等各个环节 给予大力扶持 目前 我省已经形成了多个 具有较高原创水平的广播剧制作团队 以今生无悔的主创团队 沈阳广播电视台 沈阳原创广播剧团队为例 在成立的十年间 共创作生产精品剧15部 周波剧70级 舞台剧两部 报告文学一部 广播微距百余集 我们现在成立的已经是叫 沈阳原创基地 这个基地很大的一个作用 希望是能够聚集更多的 辽省的创作人才 我们大家在一起磨练 讲好故事的能力 能够讲好辽省的故事 然后也能立足辽省 去讲好整个中国的故事 本台报道 8月22号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外发布我省各民主党派省委 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情况 今年以来 我省各民主党派 紧紧围绕辽宁振兴发展大局 不断探索社会服务工作新思路 新方法 发挥各党派特色和优势 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社会服务品牌 动员全省各级农工党员和各级组织 服务农民身体健康 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促进农民争产征收 取得了封锁的成果 近两年来 全省13个市的农工党组织 更开展大型议诊咨询和健康讲座 活动23次 受益群众近万人 在省地层面 为推动农村科学普及 和农业生产开展的 百名专家进乡村入学堂活动 为助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 建立的九三学社 辽宁省希望小学等等 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民革 民盟 民建 民进 志工党 台盟等各民主党派省委 也纷纷发挥优势 拓宽社会服务领域 深入开展教育扶贫 定点帮扶 文化科技下乡 广泛服务社会 助力脱贫攻坚 为助推辽宁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台报道 8月22号 备受关注的新高考 在辽宁招生普通高校专业类 选考科目要求 由省教育厅正式向社会公布 供参加2021年 你在辽宁招生的普通高考的学生 选科时参考使用 选考科目要求 以本科专业或专业类为单位 设定首选科目要求 再选科目要求 首选科目要求 包括紧物理 紧历史 物理或历史均可三种 再选科目 包括思想政治 地理 化学 生物四科 根据再选科目数量 选考要求分为 考生必须选考该科目 方可报考 一科 考生均需选考 方可报考 两科 考生选考其中一门 即可报考 两科 和不提再选科目要求 省级招生部门 将按照 选考物理 选考历史两个类别 分别公布招生计划 分别划线 分别投当录取 因培养要求不同 相同专业 在不同高校 可能会提出不同的 选考科目要求 三加一加二 新高考模式是指 三为全国同考科目 语文 数学 外语 所有学生必考 一为首选科目 考生必须在高中学业水平 选择性考试的 物理历史科目中 选择一科 二为再选科目 考生可在化学 生物 思想 政治 地理四个科目中 选择两科 本台报道 千呼万唤 备受关注的新高考 在辽宁招生高校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 终于公布了 新高考打破了 一考定中生的局限 给学生提供了 更多的自主权 也在一定程度上 破解了文理分科 造成的弊端 新高考制度的设计与改革 是基于国家发展的长远考虑 基于注重选拔和培养 个性化 多元化的创新人才和优秀人才 同时也全面促进 教育的公平与公正 体现了国家意志和人民心愿 新高考 改革的绝不仅仅是一场考试 它更是一次学习的改革 教育的改革 尽管在过程中 可能还会出现一些 未曾预知的困难和挑战 但是改革势在必行 教育 唯有在深化改革的探索中 砥砺前行 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共有180余家机器人领域 知名企业参展21个行业应用 我省企业沈阳远大推出的 新一代协作机器人 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驻足 这款机器人最大的特点 是可以通过虚拟模拟技术 像打游戏一样 教机器人如何工作 它就可以很快速地 组编成一个动作的一个序列 直接跟机器人连接 然后实际机器人 就可以按照用户 刚才编制的一个动作 然后实现整个任务的一个完成 小批量 多品种 这种离散性的制造 这样来说 利用我们这款机器人 就可以快速地切换任务 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整个工业量的建设 以及生产线的建设 到今年年底 我们就能实现批量打产 随着人工智能 材料科学 以及5G云等技术的迭代发展 沈阳新松不断在智能家居 医疗康复等领域持续发力 在新松展位 很多观众都感受到了 智能家居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把这个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让我们的机器人作为一个智能家居的一个控制终端 实现的人们就可以动口不动手的 更便捷的一个途径 近年来 我省坚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产业 瞄准机器人产业创新链 发展智能工业机器人 智能服务机器人等新产品新业态 今年上半年 全省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了14% 本台报道 大连市在全省率先启动 医药信息共享监管系统 及智慧药房建设项目 通过打造智慧药房便民服务平台 为广大市民提供专业的医药服务 进一步推进医药、医保和医疗 三医联动改革 以往门诊患者拿到医生开具的处方 只能在医院兑付药品 而大连市医药信息共享监管系统 及智慧药房建设项目的启动 将以医药、医保和医疗三医联动的方式 开展处方外流服务 成功搭建医院与零售药店 互联互通的药品监管平台 进而实现医院的处方 与社会药房的安全对接 目前 大连市十家三甲级医院 被确定为首批试点医院 首批30多家企业或药店 已加入智慧药房建设 医院的处方系统与药房的库存系统相通 医院可以看到药房的目录 药房也可以查到医生的处方 实现处方的成功流转 除此之外 复诊和续方APP也已经成功上线 未来通过移动诊疗 处方流转方式 家里就可以实现移动的诊疗看病 然后在家里支付药品 然后药店直接可以派人送到老百姓家 所以我们提出要实现足部出户 让老百姓享受医药服务 预计到2020年底 大连市通过三一联动处方流转模式 将实现日均处方流出大约6000个 占院方处方三分之一 节省院方人力和管理成本三分之一 最大程度的为患者居民就近提供 就医购药和结算同步一体化服务 本台报道 8月23号 2019中国生物材料大会 继国际先进生物材料大会在大连召开 本次大会以生物材料与医学的深度融合为主题 邀请20多位中美院士专家们 对生物材料的外科发展 3D打印在医学中的应用等方面内容 进行重点研讨 8月23号 由辽宁省税务局与金融监管部门 及多家银行联手打造的 普惠金融企税银综合智能服务平台 在沈阳正式启动 依法诚信纳税的企业 可以通过该平台享受快速便捷的融资服务 现阶段 我省已经由五家银行成功接入 普惠金融企税银综合智能服务平台 并上限投入使用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 今年我省累计投入11亿元治理渤海 支持沿海城市开展河口湿地 及岸线海滩综合治理 建设入海河流污水处理设施 及配套管网 提升水污染防治监测及执法能力 解决沿海城市重化工业比重高 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不足 入海河流水质变差等问题 8月22号 由省总工会等单位举办的 2019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 在营口开幕 比赛分为答题比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 最终来自营口港股份机械分公司的陈龙 和沈阳汽车工程学校的王蔚 分别获得插车驾驶技能比赛 和汽车维护与保养比赛第一名 8月22号 由辽宁省冒促会 省国资委 省工信厅联合主办的 企业合规经营管理专题培训 在沈阳举办 来自全省120家企业的负责人 就如何开展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海外投资风险分析 及解决方案等专题 进行培训学习 8月21号 第三届辽宁省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 在沈阳举行 来自企业职工 高职院校教师 及高职院校学生的105名选手 在四轴机器人搬运 视觉系统监测与识别 双机器人协作操作等项目中展开比拼 最后将决出八名优胜者 参加全国大赛 日前 辽宁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阳光助学项目启动 此次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共筹集资金50万元 将为全省100名受助学生 每人发放5000元助学金 由辽宁歌舞团精心策划的 《献给母亲的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文艺晚会 9月19号即将在沈阳中华剧场上演 本台晚会将采用多元化的艺术手法 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光辉历程 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的巨大热情 8月23号 宝岛烽火台湾大家族抗日救亡图存史实展 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展出 本次展览通过200多张历史照片 60多件实物展品 展现了台湾同胞长达半个世纪的抗日斗争史实 眼下 本西还人满族自治县枫林谷森林公园 进入了一年之中最佳的关瀑季 景区中的河道水流湍积汹涌澎湃 瀑布飞流直下激起层层浪花 成为夏日里一道独特的美景 本台综合报道 好的 感谢关注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 再见 再见